佛教崇拜鬼神吗? 很明显,一个正信的佛教徒 只是崇拜佛、法、僧、三宝 绝对不会崇拜鬼神的 但是正信的佛教并不否认这个神鬼的存在 因为神鬼都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两个大类 所以佛教所说的神,不是神教所说的上帝 佛教所说的鬼,亦不是神教所说的魔鬼 佛教所说的神,亦是繁界的众生 佛教所说的魔,就是欲界里面的第六天 所以佛教的魔就是魔,鬼就是鬼 佛教的魔有四种 天魔、五蕴魔、烦恼魔和死魔 除了天魔,其余三个魔都是出自各人自我生理和心理的 佛教的神通常是在天和鬼之间的 大福的鬼就是神了 天的护虫,天的护虫,往往都是神来的 鬼有多才鬼,小才鬼,恶鬼 多才大福鬼,虽是在鬼里,但都在天福的 民间一般所崇拜的神,多半就是这个大福的鬼 神有天神,空神,地神,又可以分为天神,畜神,鬼神 民间一般所崇拜的牛鬼蛇神,草木精灵,山川等神 多数是地神,畜神,和鬼神 在佛经中时时提到的八部鬼神 就是天神,龙神,夜叉就是飞虫鬼神 乾達婆就是天音乐神,阿修罗就是悲天神 加流罗就是今次神 紧拿罗就是天歌唱神 摩喉罗家就是大网神 这八部鬼神有善的也有恶的 善的通常是受到佛教的感化 而来为佛教做护法的 因此,正信的佛教徒不是崇拜鬼神的 只是对鬼神保持若干程度的例如 假如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崇拜了鬼神 在原则上是有罪的 同时,善神都会自动地 护持归衣三宝的人 所以也不敢接受三宝弟子的崇拜 正因为有善神的护持,恶神恶鬼也不敢作弄或侵犯 已经归于三宝的佛教信徒